嗨,大家好! 我们经常会碰到灯坏了 那么我们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首先我们要查,因为这配电盘是圆 是你电源来源 我们看一看有没有 就是都是on position 有没有half这种position的这些东西 现在你们可以看到都是on 所以没有half的 如果要有half,有可能是这个地方坏了 就是跳杂了 而你把它奔过去就可以了 然后你可以再test是不是你的灯亮 那这两个是什么呀? 哪个? 这个和这个底下那个 这是控制每一个线路的 如果要有跳杂了,你把它奔过去就烤了 比如说这个地方,如果要有这样的情况 那就说明这个地方已经跳杂了 然后你就把它奔过去 奔过去以后,这个时候呢 你再去test灯 如果灯还不亮的话 那么第一个圆,你make sure已经好 下一步呢,你看没有跳杂的情况下 那你就赶快来测一测 这个是不是灯泡坏了 然后我们可以把灯泡拧下来 目测一下灯泡 是不是有哪个地方 Broken或者是不好的 比如说黑了,还是什么东西的 像这个灯泡基本上就是好的 没有什么异常的现象 从外观看 LED灯 所以说呢,这个灯呢 它没有污湿 所以你有那个灯呢,旧灯它有污湿 你可以看到那个污湿 是不是有沉淀在底下 它就说明这个灯泡坏了 可以换这个灯泡 如果你不需要这个道理坏没坏 你可以拿到别的灯上去试一试 如果圆和灯都没有问题 那么就是很可能就是你的开关出问题了 首先呢,我们过来安全起见 我们把它关掉 关掉以后呢 这个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过来把它拆下来 这时候拔出来以后呢 你如果要有这个电表 电表测一下 有没有电 你看嘛 它没有电,电压它是没有的 你看嘛,没有的 就是这个电表 你如果要用这个电表测一下 连上以后 我们可以看到它有没有connection 这哪连啊,我还没看出来呢 就是这样连 它后边有一根线 线的这个接头 接头的地方 然后你可以拿着这个 这个地方是OL 你看嘛 你照这个地方 照这个地方 OL是什么意思 就是offline 如果你再把它再开下来 这个时候呢 还是OL 看到吗 无论怎样 它都是OL 这就说明 我知道了 我一拍上去 和关下来 圆子最上面 圆子上面 对 如果瘦的是电表上 瘦的是OL 就是OL 看见了吗 就是没有connection 那又怎么了 那就说明这个已经坏了 什么坏了 就是这个 这个灯的开关坏了 对 你就把它拆下来就可以了 就把它 要make sure 你的那个总电闸关上了 没有电 不要出了电 是这样的吧 对 然后你就 看一下这个东西 你就把它 按键段也可以 OK 然后你买一个新的开关 那么新的开关呢 你就把它连在 你的新的开关上面 就OK了 这样 SIM THING 也是 这样弯下来 这样两个弯的线 弯好了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就可以 两个弯的 这个 然后这里还有一个 把外边的皮 外边的那个结盐皮 把它去掉 去掉 然后把里面的丝露出来 然后弯一弯 这时候呢 你就可以把它连到 连到这根线 可以了 好 连到第一根 这样 然后我们可以把它拧好 哦 那是再拧紧 拧紧 拧紧的 拧紧一个 我们再拧紧第二个 到底需要弄多少上面 就是 只要连上就行 对 连上第二个 看 连上第二个 哦 这样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两根线 都连好了 嗯 连好了以后 这时候我们再把它 塞进去 塞了里边 注意塞的时候 不要接触 这个 让这两根线 接触 要塞下去以后 这个时候呢 我们再 塞下去 塞下去 我们再 塞下去 这个时候呢 把这个 开关 把这个 配电盘 开关在关上 对 弄好了以后 然后弄好 上完了以后 再把那个 总开关开开 然后再 测试一下 现在可以试验一下 是不是 好了 开啦 你瘦儿能亮吗 应该 哦 好了 挺容易的呢 现在这个 灯不好用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修 现在会了吧 好像看起来 不太难 所以说你也不需要去请电工 好 好 Thank you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大家订阅我们的免费频道 请帮忙点赞和转发 谢谢大家